几天前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在万众期待中点火升空 但离开发射架时 火箭就出现了偏斜 既然是三台发动机停止工作 到达2000米和5000米高度时 外圈又有两台发动机相继熄火 但它还是冲过了空气动压最高点MAX-Q 然而一二级并没有如期分离 同时 火箭姿态失控 开始在38000到39000米高度打转 地面只能将其引爆 虽然这枚星舰火箭总重量有5000吨 但第一级33台猛禽发动机最大总推力超过7500吨 因此发动机需通过深度节流 使火箭以较小的加速度起飞 于是技术人员根据静态点火数据推测 只要把发射台价高 下方的强化混凝土地面就可在发射开始的几秒钟里 承受发动机数千吨喷流压力 但实际上发动机点火的喷流是瞬间产生的 对地面的压力从零增大到超过5000吨的变化时间 短暂到远小于此处混凝土固有震动频率的半周期 这导致地面由于在微小的时间内形变压缩 而承受了很大的冲击载荷 使混凝土硬力超过极限而破碎 同时地面向内形变时产生了一系列以材料生素传播的压缩波 由于波面扫过的材料密度温度提高 又让压缩以更大的当地声速追赶前波 造成压缩波层层追赶叠加 压墙发生跃变 聚合成了压缩性极强的激波 波面扫过的材料同样在瞬间压缩形变中承受了冲击载荷 并因过大的碱力而断裂 因此发动机点火时 喷流瞬间的压力和材料中的激波 使混凝土受到了比净载荷更大的冲击载荷 于是破碎飞散 当场就砸坏了三台发动机 可见激波和冲击载荷对这个偷工减料的兴建发射台是致命的 但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有时也会把人送走 比如某青年叼着香烟去房顶上检查空调 结果还没摆弄两下 空调就爆炸了 而这位青年也含恨而足 再比如有两位青年去房顶上检查空调 结果还没摆弄两下 空调就爆炸了 但可喜的是 被炸成慕尼黑的白衣青年和视频角落里的黑衣青年均活着离开 每年世界各地都有不少修空调的人 以及旁边看热闹的人 在空调爆炸中伤亡 究其原因 市面上卖的空调 制冷机型号大多是R410A或R32 只有少部分是R22或R290等 虽然变频空调里家的R32制冷剂有很多优点 但同时它可燃可爆 浓度达到15%到31 玉明火就会爆燃或爆炸 如果有一位青年感觉空调不太凉快 于是爬上屋顶检查外机 那么这台空调很可能正从管道或阀门的裂缝泄露R32制冷剂 这位青年只需要轻微拨弄几下管道 就会使裂缝扩大泄露加剧 当局部达到爆炸浓度时 恰好压缩机启动了 接线盒里冒出电火花 混合器爆新处的燃气迅速膨胀 产生一系列压缩波并层层叠加 制造了一道超过混合器生素若干倍的球面正机波 青年看着明亮又残暴的波面扑面而来 还没喊出声来 机波已经扫过身体 器官和骨骼在经历波面的超压时 承受了强大的冲击载荷 在十余毫秒内 皮脏就可能破裂 机波离去后 膨胀的燃气才开始发力 将身体抛出 虽然空调爆炸 看起来似乎有一点危险 但毕竟外机挂在户外 很难炸到屋里的人 可是放在家里的电冰箱则不燃 由于冰箱多使用含义丁丸的R600A制冷剂 其爆炸浓度为1.8%到8.4% 因此只需要泄露一点 然后再遇个火星 就会使密闭的房间里爆炸 比如一位老太太介绍说 你看我家这间屋子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再看这间 冰箱爆炸以后就是这样的 再比如安徽宿州一小区住户家里冰箱发生爆炸 机波制造的冲击载荷 将阳台的防盗网和窗户都瞬间清除 因此我们平时使用电冰箱和空调时 应以前诚敬畏之心 进行小心而平缓的操作 即使迫不得已必须请人来维修 也需提前寻找坚固的掩体 并做好机波来袭的心理准备 电冰箱和靠近期 您记得感谢您的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